为保障农民赖以为生的交通动线 提供便利完善的农作物运输通道 维护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县长徐正蔚日前特别前往捷安乡会堪农路 提出了相关的修缮建议 期盼可以减少乡亲生活上的不便 花莲一山傍海随时都能看见绿油油的田野 为保障农民赖以为生的交通动线 提供便利完善的农作物运输通道 县长徐正蔚日前前往捷安乡会堪农路 在家安乡会产销般陪同下 着访仁和春拱风一街农路 了解排水沟设施、栅栏等现地状况 农民表示田间尤其到夜晚 照明有限 洛林净灌溉沟渠 民众恐有行动上的生命安全疑虑 徐正蔚针对沿路警示照明等 指示农业处会同相关单位 完善农路周边环境维护及设施改善 县福表示 未来会持续完善农村道路设施 补助农民添购资财 提升作物的产值并降低成本 提升农业经营效率 齐判静会办理施做相关修缮调整 减少商亲生活不便 记者长邦院杰相报导